S80 国产的 继S40之后 沃尔沃将它的这款豪华轿车进行国产 的确有些出人意料 而且这辆车还专门针对国内这个级别的市场 做了相应的调整 在奥迪A6以及宝马5系都加长之后 它也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了这个字母 L 也许是对手在国内都已经非常成功的缘故 沃尔沃在这款车上没有一点怠慢 没错 这辆车和进口的S80一样 都是属于沃尔沃最新一代的车型 除了对外观和内饰进行了一些小的修改 并加长了轴距之外 它仍然可以称得上是一辆原汁原味的S80 车尾的AWD标志也表明 它使用了一套全路是驱动系统 而且我驾驶的这款顶配车型 还与国外同步的使用了一台乌轮增压的3.0升直辆6缸发动机 来取代了我们之前测试的那款使用的3.2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它的最大功率达到了210千瓦 虽然与宝马的那台3.2升增压发动机相比要少了一些 但是它们却有着相同的400牛米的最大扭矩 没错 你的确可以说它的发动机动力数值要稍微差了一些 但是在这辆车上 它的确非常的快 0到100公里加速只需要7秒钟 400牛米的扭矩随时可以给你发挥 只要你踩下油门它们就会立刻迸发出来 给你提供非常迅猛的加速感 没错 我是一辆大型豪华轿车 我是以舒适安全为卖点 但是你们也不要小瞧了我 而且这台发动机还能够发出非常不错的动静 的确是一台非常不错的发动机 不过油耗却稍微有点偏高 在路况良好的条件下小心翼翼的开 油耗能够降到11升以下 而一旦当大家都跑到路上来溜达 你再也有一点小亢奋的话 油耗就会很容易超过13升 甚至14升 与它搭配的是一台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应该是这个级别当中的标准配置 但是它的表现却称不上完美 在正常行驶的时候 它的换挡非常的平顺 可以说做到了它应该做的 但是只要你的驾驶方式 再激烈这么一点 它的换挡冲击就会立刻表现出来 能够让你清楚地感觉到 它的每一次换挡 这种感觉在你想要一点刺激的时候 的确不是什么坏事 但是它出现的却有些脏了 而且每当在低速滑行的时候踩下油门 它都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顿度 在你踩下油门想要降挡超车的时候 变速箱的反应也显得有些迟缓 它的底盘和悬挂结构 可以说与我们之前测试的进口S80完全一样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为了照顾中国的实际情况 我可以明显感觉到 它的弹簧要更软了一些 这的确可以为你提供不错的舒适性 悬挂对于震动和坑挖的过滤非常的彻底 我现在能想到的吸震性比它更好的车 恐怕用一只手就能数度过来 而且在经过不平路面的时候 车身也只是非常优雅的起伏一两下 然后就很快的归于平静 在转动方向的一瞬间 车身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摇摆 不过很快就会被抑制住 然后它会以一个比较绅士的姿态通过弯道 在车里的感觉 就像是坐在一艘飘哭在粘稠奶油里的巨大摇挺上 不过S80在这一点上却有些物极必反 一旦当你想要稍微激烈一点驾驶的时候 它变速箱的冲击还有车身的起伏 会让人非常容易晕车 但这解决起来并不难 只要你集中注意力 用温柔的方式去驾驶它 这辆车会表现的难以置信的舒适 同时由于厚重的车身 以及出色的隔音效果 它在车内也非常的安静 它还和雪铁龙C6 以及宝马新七系一样 使用了这种非常厚实的夹层玻璃作为侧窗 在安静的同时也提供了不错的安全性 而这种设计只是在我们曾经测试过的 包括进口S80在内的这四款车上可以见到 也许是他们太过于追求这辆车的舒适性 因此它在驾驶感觉上就显然不那么称直 比较软的车架 以及过于轻柔的方向盘 却没法带给你什么路牌 得益于宽大的轮胎 以及车轮驱动系统 它转向的极限也很高 但不管怎么样 这辆车的确没有太多的驾驶能力 偏软的悬架 沉重而且加长的车身 让它的绕装表现并不理想 即使有着四驱系统的帮助 11.4秒的时间 还是让人有些失望 但就像前面说过的那样 这辆车的诉求就是无与伦比的舒适性 如果你觉得它的操控性不够理想的话 它的配置绝对能够让你满意 继承了沃尔沃一贯坚持的安全理念 车内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安全气囊 而且电子稳定程序也是标准配置 除此之外 它还拥有众多的丰富配置 而且它还配备了盲区提示功能 只不过车门不会自动落索 这对于你方式在车内的财务来说 有些不够安全 唯一让我有一点不满意的是 它没有配置自动大灯 以及自动雨刷 也许你现在在想 这辆车真的很棒 不过不要着急 伴随着国产 它身上也同时出现了一些问题 而我在进口车上非常喜欢的 白巧克力丝的内饰材料 被这种同样为浅色 但是却略微有些暗淡无光的材料所取代 座椅的面料也显得不够柔软 缺乏质感 还有这许多按钮 以及非常独特的中共台 我没法说说具体差在哪里了 但是就是没有了以前的那种感觉 还有它的一些部件感觉有些不太扎实 而且当你对它们使一点劲的话 它们还会发出轻微的响声 同时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 会在它的许多塑料覆盖键上 发现细微的毛刺 说实话它的做工并不差 但的确没有以前出色了 而我最难以接受的 就是它这个只能通过遥控器 才能打开的显示屏 虽然它能够播放视频 显示导航 以及其他的一些信息 但是这个界面确实很不上档次 而且这样一款车 使用的竟然是一般手机上 或者是民用GPS上使用的 凯雷德导航软件 显得有些山寨 虽然是一个触摸屏 但是它却被放置在了一个 很难构造的位置 还有经过加长的轴距 虽然带来了宽敞的乘坐空间 但是受到过长的轴距 以及四驱系统的影响 它的转向半径变得很大 在其他车可以一次通过的地方 它可能需要两次 甚至三次才可以通过 灵活性大打折扣 或许你想到了价格 国产之后的价格 确实要比进口的便宜了很多 但这并不能称得上是一个好消息 没错 这款顶配车型 强劲 舒适 宽敞 豪华 安全 价格只有不到70万 但是相对的 它国产之后也有一些地方不如以前了 我觉得更便宜 性价比更高的2.5T车型 才是明智的选择 而对于这辆车 我只能说 它值这个价而已 Late night We look all right We're going out Boring Paris, France London town NYC Boring St.